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辽长期对峙 形成了三组顶地之势 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 西夏在西北地区长期称王称霸 周边的土藩 回骨都打不过他 连宋朝都一路被打击处于下风 不过西夏虽然强盛一时 在西北地区称王称霸 但最终还是扛不住宋朝的持续攻击 差点被宋朝灭掉 那么西夏为何会被宋朝打得差点亡国 首先 西夏虽然在西北称王称霸 但实际上实力是比较有限的 和宋辽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西北的面积仅仅八十多万平方公里 而且大部分土地都是沙漠戈壁 和复树的宋朝和复原辽阔 在辽国根本没法比 整个西夏也只有和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比较富庶 人口比较多 所以 虽然多次击退宋朝的进攻 甚至不断骚扰宋朝边境 但西夏的实力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 比如在人口方面 西夏的人口数量不过三百万 跌股时期更是下降到大约一百二十万 而且西夏人口中包括了很多汉 葵虎 土藩等其他民族人口 党项人的数量实际上也就一百多万 所以可用人力和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 由于人口和经济限制 西夏的实力远远比不上宋和辽 甚至可以说西夏和宋辽 根本不是一个当词 西夏能够长期和宋辽抗衡 主要一让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复杂的地形 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 党项人全民皆兵 能够在短时间内召集数十万军队 不过西夏毕竟是个二流国家 国力有限 根本养不起那么多军队 所以长备军数量一直保持在十万人以下 虽然西夏动员能力很强 但动员不能持久 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时间久了就会吃不消 而宋辽不同 两国国力强盛 特别是宋 朝 有的是兵员和物资 根本不怕好 不仅能够长期作战 而且输个一两场也不是什么问题 而西夏就不同了 动员一次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 而且输一次很可能就会动摇根机 平下城之战中 宋军大败西夏军队 打得西夏不能负军 西夏从此元气大伤 再也鼓励和北宋抗衡 只能被动防守 而宋朝虽然和西夏的战争输多胜少 但国力强盛 没多久又恢复了 又开始进攻西夏 搞得西夏疲惫不堪 这就是国力的差距 当然 西夏深知自己和宋的差距 所以一直采取结好辽国的战略 一旦顶不住宋朝的进攻就向辽国求援 同时 西夏还充分利用国内的戈壁沙漠等天然屏障来抵挡宋军 采取有力则进 不力则退 又敌射服 断敌两大的战术来和宋朝对抗 把宋朝拖到筋疲力尽后进行反攻 多次重创了宋朝军队 不过即使如此 宋朝的军事进攻配合经济制裁仍然让西夏吃不消 西夏没办法只能长期向宋朝称臣 当然 西夏并不是个安分的国家 虽然向宋朝臣服 但仍然经常趁火打劫骚扰宋朝边境 在强盛时期还保持了对宋朝的攻势 不过西夏虽然总是和宋朝叫板 有时候还能占点便宜 但西夏毕竟的侠民少 在总体上仍然不是宋朝的对手 仍然是宋朝的攻击对象 实际上 宋朝从建国后就一直不断对西夏用兵 试图铲除这个眼中钉 收回汉唐故土 宋朝在神宗时期采用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的办法 差点困死西夏 如果不是司马光倒乱 废除了王安石变法 并毁掉了在西北的数十年开拓成果 宋朝很可能会把西夏纳入版图 如果宋朝真的吞并西夏 得到缠马地 并打通西北贸易通道 同时两面包抄集中力量北上 到时候未必会怕了金和辽 参考资料 宋时 西夏时 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边 集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